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这来挣六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干什么呢 想离爸妈近一点 爸妈都在北京 那你那边的公司怎么办 在微信上也可以操作 都已经熟练到在微信上可以操作了 那应该干得还可以啊 一般吧 还行 一般是流水大概多少 一年嘛 一百万左右 你能分多少钱 我能分十万 十万 对 那你还主要到北京来了 你不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创业者 你创业当然得身扎在那儿了 突刘老师说的对 但是我想离我爸妈近一点 那你到底是创业还是离爸妈近 你为什么要离爸妈近一点呢 你才二十三 就是面临毕业这样一个选择 我想选择离我爸妈近一点 那你就实话实说 那边的创业项目不怎么看好 你就实话实说嘛 如果很挣钱 很有前途 你跑这来 你说呢 突刘老师说的对 你生活当中的爱好 就是健身跟主持是吧 对 健身是主要爱好 主持是我学的专业嘛 那么主持你现在是 适合哪一类的主持 活动主持多一点 比如说公司的年会庆典 这样一类主持 公司的年会庆典 你来一个 比如说今天就是 梅尔木医院 和归原有机奶 序幕业联合在一起的年会 一个是智眼的 一个是养牛的 这个有点难度啊 李明云是一个 专业播音主持出身的 所以我们对他这个专业方面 还是挺有期待的 好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梅尔木眼科 以及归原有机奶的 年会活动现场 我是主持人冰冰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 相聚在这里一起见证 梅尔木眼科和归原有机的 再一次的联合出手 共同打造 共同打造一个健康 有机 以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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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编 没关系 这很正常的 第一次嘛 没准备嘛 这很正常的 说我自己不太喜欢模拟 要是真正是现场的话 我就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好 各位朋友们 大家久等了 欢迎再一次 欢迎大家来到 两家企业 携手打造的年会现场 今天为了报答你们的久等 两家企业是准备了 非常丰厚的礼品 以及很多精美的大奖 也是等着你们去赢得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 今天两家公司的老总 叶总以及侯总上台 为今天的年会活动 这一个开场词 有请 感觉是一开始干过活 但是应该不是干过这种 非常高级别的这种项目 所以我们觉得 在他专业主持这一块 是有一个保留意见的 你到北京来找工作 是想找与节目相关的 还是迫不得已 要找与活动相关的 我刚刚自我介绍里也说了 不一定是非要主持 因为我在活动执行 策划方面 也都很有经验了现在 主要考虑地域是在北京 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 我从小就在北京待啊 然后初中回到四川 故土难离 就是说你对行业 对这个职位都没有要求 只对地域有要求 就是必须在北京 最好是跟活动有关的 然后尽量在北京的 行行行 咱们问一下 无所谓 为什么不把你 来来 李玉琳 你如果你找一个 主持人的岗位的话 有可能拿到八千到一万 如果饱和的话 但如果是活动执行 或者其他岗位 应该拿不到这个薪金 你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活动策划 你接受最低薪金多少 三个的话 都最低六千吧 活动主持最低八千 执行 策划最低六千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第一选择取货磊 还有八战争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有才艺展示吗 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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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现在为止 没有展示出 你跟活动有任何的 相关的策划 或者执行的经验 你没展示出来呢 所以你是在 这个环节 你要把这个专业说出来 还是要到 下一环节说 这决定了 你未来能拿多少薪水 我们怎么开 比如说一场年会吧 从前期要跟经理 或者董事长沟通 整场年会要怎么做 从头到尾的 所有的流程 我会依次 从头到尾梳理一下 那你做过年会 对吧 刚才你说的 那你就告诉我 一个年会 如果是你去做 给个企业 你会手里有多少张表 手里多少张表 多少张表 有多少张表 支持你做这个工作 首先流程要有一张表 好 流程表 然后整个的活动时间表 然后每项流程 涉及到的金钱财务表 预算对不对 预算表 预算 还有吗 人员表 人员分工 说了四个还可以 还可以 没有了 如果是小活动的话 还可以了 差不多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小张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经常需要加班 每次加班到很晚 他都要发朋友圈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想表现自己 太想表现自己了 还有吗 在我看来就没有了 你会在下面点赞吗 不会 你会说什么吗 说 也不会 如果他跟你关系很好呢 那我会跟他说一句 早点休息 如果你是他的上司呢 上司就给他点个赞 证明上司看到了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自己平时主持啊 健身啊 就你会把你觉得 特别光鲜的部分 秀出来吗 肯定发 他问你 问你 他不是问我 问的是你 我问健身 什么健身真是的 这心相恶彻的呀 真的是 那个天哪 健身照 幼稚的时候会发 现在成熟了 没发 就是还是会发的嘛 其实我挺理解 这个说加班容易发的 是因为他打车回家的路上 没什么事 就可以发一张 因为我就这样干 对 我也觉得 这时间很正常 就是我发现 我每次来路非女莫属 我都发了 就因为我都非女莫属 回去的路上 没事 然后都 那个我就发 他们都习惯发 我从来不发 我样子不发朋友圈 像郭兰呀什么的 我们录完节目了 十二点 他还发 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 发他三四点钟 还在金山云工作 就是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 如果是朋友的话 我们就点赞一下 我是觉得就是 每个人发的朋友圈 代表他看中什么事 如果他老发 那个加班的事 我觉得他是 他对自己鼓励 他觉得这事我干特别好 我高兴 我要告诉大家 我在享受这件事 那我就问你嘛 刚才他问他 我说如果你是他的上司 你会给他点赞吗 会啊 而且我鼓励他呀 如果你是他的下属 你会给他点赞吗 点呢 如果你是他的同事呢 点呢 好事啊 也点 点呀 其实 目的是为什么 鼓励他 因为我们同事嘛 然后就在加班 我们两个是有链接的 就我给他鼓劲 有朝一日我加班的时候 可搞不好他也给我鼓劲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看待这种事情 比如说加班啊 然后旅行啊 然后运动啊 健康啊 我都是 我都觉得都是正能量的 所以我基本上都点这 这个看的人的心态啊 就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他的心态是一种 是一种积极地向上的 他会觉得 哎呀他真好 他真能干 他要是那种比较阴暗的心理 说他老显摆什么呀 就是这个跟这个看的人心态 直接相关 我觉得跟这个人 是不是上级还是下级 没什么关系 叶总一下子你把拳手给打死了 好 你说薪赤是多少来着不低于 6K 6K 北京啊 其他地方不考虑啊 看老板的一下吧 第二轮选择去获利 还有三盏灯 写心筹 来 注意录 活动执行 6000 对6000家 地点在北京 北京 来果库 我们提供的职位是这个策划 也是在北京 6000 赵小叶 执行助理 对 因为他的这个在乙方公司 我们乙方公司的薪资跟甲方不一样 我们是有提成的 但是你的这个岗位 你只能做助理 现在因为你没有行业经验 我觉得你们其实可以稍微开高一点 他还可以兼职做主持的嘛 对 非常好 大的主持做不了 小的主持可以做的嘛 我们活动的主持 可能他也费点劲 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灯 去吧 好 我们有请 佳染 朱一璐 谈前不善感情 专业的活动公司你不缺啊 对 你为什么要把交纵 虽然钱少了一点 但他是最专业的活动公司 你要做活动的话 在那儿学很多东西呢 我感觉 什么感觉 你有开始说他了 什么感觉 这两位大哥吧 他们的眼神里面 我能看到一些东西 看到什么东西啊 看到 看到我们的内涵 对他的思想 不然你稍等一下 你看到了什么呀 看到了对我的渴求 关键是你 我知道这两家公司 都是做什么的嘛 对呀 稍等啊 别急啊 别急 你说要他干什么呢 你说 他的名字叫什么 企业 你就瞎选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别说别提 把话筒拿下来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藏着掖着 我说了 要不然就是把自己 架在火上烤 你知不知道他企业名字 不知道 孩子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 就像你说 你在成都开一个那个公司 开的也不好 非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小老板 我还不相信你那小老板 你如果真的做得好 你跑北京来拿六千块钱啊 对不对 你并不了解这两家企业 我为什么生气 是因为那是一家专业做活动的 你好歹学了这个专业 二十三岁 你尝试一下 做不了其他主持 从活动执行开始 而且他很多 世界千五百强的企业的活动 都在他那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在北京 你偏偏选这两家 我不是说这两家不好啊 但这两家不是干活动的 虽然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岗位 我说你图的是个什么呢 冰冰你别听图蕾老师啊 我们其实也是专业的 因为我们其实 咱们能不能不在这忽悠 你主要是做生鲜水果 你也有活动 但人家是专业做活动的 人家只干这个 别的不干 咱们能不能不忽悠别人 我觉得图蕾老师的意思是说 就是每一个人 在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考虑 你的这个权利 你要对得起 这次选择的机会 而不是说 我很盲目的 然后我一个劲上来了 我就糊涂糊涂地选了一个东西 好吧 接下来你 在他们俩当中 做最后的选择 国库 宾翅网 谢谢 再见 请问你选择的是 谢谢 再见 好欢迎